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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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的是 应该可以 因为就是在动定位点 我要强调讲那东西就是定位点 那个东西就是定位点 所以你可以从那边去控制 但是我有一个很困扰的一点就是 如果我这样做完之后 就是第二行的地方 它有时候出台的地方不是我要的 所以建议这边其实不要动 因为它是模拟英文字来去调整 可是我们打的都是中文字 英文字跟中文字真的会有间距上面调整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微调的话 Auto键按住 你就可以轻松的微调 Auto键哦 但是那是土法练钢 我不建议你这样做 因为你要考虑到 你哪里 像例如说我现在我在工训处开课 我们要画海报对不对 十分钟 你十分钟一定要画出那样子 而且是觉得还蛮不错的海报 十分钟 然后剩下就是印 印可能要印个半个小时 这我就不知道了 这样可以了解 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土法练功上面 其实还可以再花很多时间来谈 但是我只希望带给你们一些不一样的观念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们如果 这我又小小的推荐一下 我的就是YouTube 然后请你们回去看那个高校文件制作 我已经把我的整个做完了 就是你可以直接输我的姓名孙在阳 空一个 然后Word 高校文件 我还没有时间去剪 总共九部影片 总共九部影片 这个04啊 将什么 这些真的都很值得你们去看一下 就是怎么样达到那个高校文书处理 就是真的跟你们以前脱发练功方法真的不一样 好